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CP感体质的业员吗 自认为是 我觉得最重要是身高吧 身高还行 长相呢 长相一般 长相是最一般 公主我抓紧了 否则摔起来 如果无关 其实还行 浩都很多身上有一些气质 可我是比较像的 然后比如说 就很隐忍嘛 然后因为他的出身 然后 包括他心里的一些自卑什么的 还跟 有些地方跟我很挺像的 你是一个隐忍的人吗 感觉你平时蛮外放的呀 对 可能在我公众面前嘛 但是其实私底下我是一个 没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 我喜欢 自己待着 还挺享受孤独的一个人吧 嗯 这里头就是有一些哭戏嘛 这跟你在这里上脸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两种哭戏哪个更懒一点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对 因为这个你给一点情绪 它就其实就够了 然后它就会有面部的东西 其实哭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 是最基本的东西 不是说你看到眼睛有泪水 或者眼睛流出来 这个人就演技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觉得气的哭是挺年还是蛮自然的 对就是当下 我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感受它 感受到了我就有了 就有了 没有我也不会强迫的时候 我一定要这场要哭出来 或怎么样 没有 我这人比较敏感 然后有些东西还真的挺能打动我的 站在这个浩度这个角色 我觉得 怎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伤心 《长歌行》拍完之后 我觉得我不仅觉得我想做一个演员 我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 就是可能是我心中特别棒的那些演员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剧给我带来最多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真的想当一个好演员 改变了我对演员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是观众的功劳 浩多和乐烟的这个戏份其实真的没有多少 现在来说比较少 但是这么少的戏 大家还能从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觉得我还挺荣幸的 现在会有很多粉丝是因为你的剧你的歌喜欢上你 就是新增这批粉丝你会觉得你跟他们的关系会有不同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不同啊 就非常的有眼光 一部分人说看了浩多入坑了 然后查了一下刘雨宁的以前的一些搞笑的东西 入坑了什么的 我想说什么叫入坑了 你绝对是捡到宝了 加油继续抓住这个宝贝 内心好五波来 因为我平时习惯了 因为这个腿已经陪伴了我三十年了 对吧 三十多年了 我习惯了它 磕拉了就是磕着拉肚子了吧 就是 吃糖吃多了 拉肚子了 就是这个意思 剪垃圾 我知道 因为就像我那个 我现在这个传歌行里面可能剧情比较少 然后他们就从各种的地方 比如说采访里啊 或者是花絮里啊 或者是这个片尾曲的那些 那个MV上面啊 去找一些画面来脑补啊 来丰富它的剧情啊 丰富自己的想象 第一个反应是合 合合合合嘛 就是合并的合 这俩人百年好合了没有 这个意思啊 可能就是那个路上它丢了 我突然一瞬间又看到它 它没丢 就找到它那一刻 可能就是挺激动的啊 怪我太依赖 不理直对待 宠爱你像长不大的小孩 无数次贪婪 总习惯等待 天亮欠你累了就回来 其实它造型都差不多 只分戴帽子和不戴帽子 可能最喜欢的就是 那个那个打擂台那一套吧 还有我 能赢你的大唐小徒 如果要给好多定制一款套餐 你会做什么菜 我觉得一定是做一些 特别 那个不容易坏的东西吧 对做一套比如说一包干粮 因为它始终在路上 每天都要赶路 吃不好睡不好 假设后都穿越到现代 会选择在哪里生活 为什么 那就肯定是北上馆啊 就大城市去发展 然后闯出一片天地 这套都有点甜 长歌行李乐宴送给你一只 柱子形状的糖 请用棉花糖机DIY制作一只棉花糖 作为回礼送给他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了 我把唐人给你 不拉机似的吧 我家家做这件事我妈肯定打我浪费这个糖做的这么丑 哈哈哈哈 嗯 犯了吧同情做一碗 接着奏乐 接着我 这后期得开备速吧是吧 完了 越来越专业了怎么弄 我都佩服我自己我太厉害了 可以可以没错 大家形容一下这个棉花糖的创意吧 就是红佩兰招人凡 在送出你所供的棉花糖时 快想要对乐音说什么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 甜蜜的梦想 有你世界都变了 就算甜快了 感觉最像是因为你会干的是不像浩都 浩都啊就是那种 嗯 有你的 不要 算 下次弄个崩爆米花吧要不 粉丝翻牌 请追下来粉丝留言进行回应 这个朋友说如果你像浩都一样被爱情搂住了腰 会像浩都一样肉麻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吧 嗯 对因为我要是对爱情搂住了腰 我还挺投入的 那你本人的爱情观跟浩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我觉得有 因为比如说浩都和乐烟吗 他们他其实是心里有自卑的 他又觉得自己跟公主的身份悬殊很大 可能我也会这样 我如果遇到一个特别 喜欢的女孩我会撞出 会跟他说话 一不是拿着放大进在追剧 然后做了很多产出 你怎么看待玩偶的这些热情和专注 能够让观众看到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想的东西他能看到他懂我 再一个我想说什么呢 就有些剧情确实是观众想多了 确实没有那么回事 你自己脑补出来 然后但是让这个东西更完美了 那我们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跟长哥行李的女演员都有身高差 特别是好多报乐音的场面 很多粉丝都在脑补 由于您实际上是什么姿势 今天我们揭开一下迷迪 迷迪就是其实是 女演员老师赵老师点了那个箱子 他变了几个呀 不重要 不重要啊 后终恋爱之后就想回到了快乐星球 能不能用什么样式快乐星球的节奏 后来一下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浩都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 浩都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 李三哥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还不速速回头跟我跪潮醒飞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 公主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好疼 我带你回家 我的家乡丹通啊 在直播里把喜羊羊唱成了西游记 能不能把长歌新插曲以爱不顾 用西游记的调子唱出来 我真的不想毁了这首歌 我还挺期待的呢 嗯 是这样的哈可以了 下来才是真正的番外剧情 浩都和乐焉两个人这个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然后那个生了几个孩子 然后这些孩子呢又又那个做了好多特别棒的事儿 最后请以长歌行三个字为开头 用三句话给大家安逆电视剧长歌行吧 长歌行 真是棒 鸽子们 也很棒 行不行 都点赞 可以吗 说说浩都和你本人的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啊 可能是 出身吧 我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孤儿嘛 他是他义父收养的一个人 然后导致他会有一些自卑 那我可能 我也是从草根 然后从街边唱歌 然后能够现在接这么多工作 我觉得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些自卑的 然后 这个会有点像吧 有种那种隐忍 然后欲语不得志也好 或者是想要往上走 但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有很多阻碍 就会觉得有一些 压抑的那个感觉吧 不同之处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感对待感情的上吧 可能好多有一点就是那种优柔寡断 然后 会很羞涩啊 或者是隐藏在心里啊 我可能就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就这种的 分别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大戏的热巴 鼓泪 赵路斯还有你自己 那乐烟呢一定是小白兔嘛 对吧 他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样子 我自己那我一定是 荒漠里的一匹孤狼 一只来自北方的狼 看长哥行的花絮就挺宽乐的 那在剧组里面谁是大胃龙 最能是可能 方一轮吧 因为他平时有在健身啊 然后身材也很好 所以他的那个食量相对来说 比我们都大一点 然后在其次其实 你别看女演员 就是女演员有的时候比男演员都吃啊 就这个女演员都还行 你本人谁的男友力比较强 我吧 一定是我呀 嗯 可能我有我有这个 100块钱 我可以给这个女朋友花99块钱这种人 啊 留一块钱做这个回家 是 公主抱乐烟看起来特别轻松 特别轻松是吧 因为他真的很轻啊 然后我这么大个就是 有一句话不叫身大力不亏吗 我这个抱这个这点重量还是还是OK的 挑战用一首歌来形容浩渡跟乐烟的情感 那就是我自己的歌嘛 就是浩渡的那歌嘛 叫一爱如故嘛 一爱如故嘛 爱一皆如故 用尽一生去投入情注 闻情为何物 逃不过世俗 嗯 对逃不过世俗 嗯 那用刘雨宁的土味情话来表白一下乐烟呢 我还真的不会土味情话 随便来一个吧 诶 乐烟 你有火吗 没火是吧 那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头发的 没关系 点燃我的内心的 这个 奥都他什么时候来娶我 不需要彩礼 我始终认为天下没有掉馅饼这件事 然后第二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嗯 但是这件事我觉得 作为你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都会在心里给自己设想一个 永远够不到的一个目标 希望你成功吧 你的这个想法 跟我想要拿金马影帝是一样的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网友跟皓都结婚的距离比较长 还是你离金马影帝的距离比较长 我觉得都像做梦一样吧 我觉得就是梦境都是虚幻的 你说他有多远就有多远 可能 可能我这个稍微近一点吧 哈哈哈哈 我看这里是有挺多那种骑马的那种行 那你不是说不敢吗 是啊 但是现在也不敢啊 长歌行呢 又是我第一部补装戏 第一个镜头 我就要骑马 准备马踢了 就是给我造成了阴影 你明白吗 我看到马就会先看他的腿 我看到马就会先看他的腿 我看到腿是有没有在想要暗算我 你知道就第一场鞋 鞋马鞋的时候有提前准备一下 我会啊我会准备一些吃的买的特别好的那种黄瓜 做和辣黄的那种的特别好吃的 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然后已经 慧如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主要给他把过来 然后变成了五锥奶的那种 那这些要做什么 靠不长时间 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做 注定这两个人是 是能够走到一块的 他在这个皇宫里做侍卫的时候 其实就关注到这个工作了 他可能会有一些保护欲吧 但他基于自己的身份卑微 他不敢往那边去想 但是可能点点滴滴就 冲破了他内心的那个牢笼注定 就是一定要把那条线走了 肯定是那种 德木 就是那种尖嘴然后特别帅那种的 一做就是特别 特别有范 他气场是那种警觉性特别强的那种的啊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 我希望是观众去夸 可能对我不了解 或者是第一次看这个剧的人去去夸赞我 因为我的粉丝 都很爱我 我做啥他们都喜欢我 之前有一个剧是 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 也不是大家啊 就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个甜宠的剧 俩人谈恋爱甜甜蜜蜜的哇 真的咋好甜的 我我不演甜宠剧 我唯一我以为我我也不是不演啊 我觉得 也不能理一旦有人找我这个剧本特别好 然后我就说过我不演 他就不找我了也不是啊 就是我本人其实是抗剧演这种纯谈恋爱的剧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这种正事 不能每天就想着男女那点事 就是他可能在这个做一件事的过程当中 邂逅了爱情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你每天你出生 然后想的就是想的怎么泡妞 怎么跟女人 我觉得那个不是我的一个想要去塑造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不演霸道主才的原因 是的是的 也不是不演啊 有好的剧本当然也是演啊也是演的 对对对 嗯 现在我还看到有人说你嘛就是看完好都就然后再去看一看 龙刘宇好好的一个赛哥就是长了张嘴 这是好都 我以为我把你弄丢了 这是刘雨宁 你好吗 很肤浅 我看到一些评论啊说说这个看好都千万不要去看 刘雨宁私底下或者他的直播会人剧分离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刘雨宁是刘雨宁 但我每一个角色是不同的人 就看我的剧情不喜欢不一定要喜欢我的人 喜欢我的角色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高的肯定啊 粉丝留不住我自由方法是这种方法吗 有点油腻啊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可能让天底下所有人都喜欢你 又喜欢你的歌又喜欢你的人又喜欢你的剧 那不可能 就是我觉得他身上会有一些跟我像的地方 嗯比如说他的这个视野心 就很很视野然后有一张冷酷 然后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人 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是是那个制片姐姐啊 燕贝姐问我说说小宁你这个戏想自己配音吗 就他没有问我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然后他一说我就觉得哦好呀 就我特别感兴趣 因为长歌行真的算是我 很第一是我很喜欢这角色 第二他是属于我真的觉得我还 就是拍完这部戏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成为 我可以成为一个演员了我可以做演员了这件事 就是所以我还挺想把这个角色丰满 就是让他成为我真正是一个我刘雨宁塑出来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又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还挺开心的 所以我说好呀那我就去去呗 对尽量我尽量会让他有一些层次感吧 不能就是刚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样 然后到结局了还是怎么样 那其实对于一个角色来说呢 他的在这个剧中就没有那么多能够吸引观众 或者或者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他这个内心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怎么去把握其实更多的是看剧情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变化首先要想明白 这个人变了他已经是不会他突然就变了 他一定是经历了某些事 然后比如说他经历了挫折 经历了打击或者经历了很成功的事 然后他会有变化 所以我就抓住每一个经历的事 然后在这个事之后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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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就是让他这个角色更加丰满 然后让观众知道这个角色内心是怎么想的 嗯 对啊就比如说我第一集的时候看那个乐烟 或者看看那个魏淑玉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其实就是人物关系嘛 把握好这个人物关系 然后开始的时候后面熟了之后 那就不会像第一集那样就特别仇视他了 可能就正常的朋友 那后面爱上爱上了乐烟之后 可能就是那种对恋人的那种状态了 这个问题真的在拍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事啊 拍的时候就在想 哎我这个浩都是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乐烟的 因为剧情里他不可能说 这一秒他爱上了他 他没有那个啊 你怎么能你怎么能爱上 其实开始的时候那我在想浩都 就会去丰满这个浩都之前发生的事 就剧情里没有的 他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皇宫里去执行任务 一定是认识这个公主的 一定是认识乐烟的 然后其实他最开始肯定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可爱 然后呢像一个小兔子一样 然后很很想要保护他 但是又具于自己的身份很卑微 不敢跟人成为朋友 然后呢但是心里会对他有一些好感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 在这个追杀里长哥的过程当中 他们经历一些事 然后他会发现自己内心的那个东西越来越浓烈了 然后冲破了一些这个世俗的牢笼 然后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点点来吧 就是日久生情可能是这样 那一刻其实更多的是心疼 然后有一种视而复得的那种激动 然后更多看到他这样 我就是有一种低失而复得 我终于找到你了 然后看到他现在这么落魄 其实更多是心疼 然后又就在想他会经历什么 然后哭得这么这么痛苦 然后就会特别被共情吧 没想过因为戏份不是很多 对因为这个这个戏吧 就是因为还是讲述的这个 要长歌型嘛对吧 他不叫别的型 对长歌型 所以很多故事是围绕李长歌这个角色 然后他走到哪就会发生到什么事 以他为主线去牵弄整个故事 然后其实我们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 为这个剧丰富一些背景的一些角色 但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我还觉得挺开心的 我觉得这些很多这些老师 我叫老师 他们在看剧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棒 他会看到好多细节 有些细节我都没设计 他都给我分析出来了 就觉得很厉害 因为我看完他们说的东西之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帮助 因为可能我以后拍戏的时候 真的要注意这些细节了 但是其实当下的时候 其实更多展现出来的是 因为我不是专业科班演员 我也做不了什么更多的设计 然后可能都是本能的 下意识的那种东西 但是反而会给这个剧情增添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开心的 还真没有什么压力 对因为这些演员都很好 我觉得反而跟那些 就是稍微年长一些 那些老师去对戏的时候 我压力会有一些 对因为年长一些的那些老师 他们的演技其实非常非常成熟 非常棒 我有的时候就怕接不住 你知道吗 因为我做一个新人演员来说 我怕接不住 然后就会有一些担心 比如说面对这个 我们那个李世民老师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猜他怎么演 或者面对我义父的时候 义父那种劲儿 我就自然而然就被压住了 但是也是符合剧情的 因为它是我义父 我一定要比他这个气场低 所以我还是觉得 跟这些老师对戏的时候 还是有点压力的 那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一个室位吧 然后他整体的一个状态 就是执行热物型的那种的 我觉得这个角色 首先他是一个 真是非常悲惨嘛 因为他是从小是被 他那个义父杜如惠 收养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从小 他内心一定会有很多自卑 或者是一些 需要别人肯定的那种欲望嘛 还挺像我的星座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隐忍的那一个人 开始的时候 给人一个反派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就是我想做的 就是要开始的时候 让所有人觉得 浩都可能是个坏人 但是呢 可能后面随着事情的发展 他做事的方式 还有他的这个想法 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这就是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个处理吧 前后的一个反差 这样的角色才能 我觉得才更信任吧 他这个人物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成长 是有变化的 可能也没有太多 过多自己的一些设计 但我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面对每一个人物 比如说我面对义父的时候 这个浩都这个人 应该是什么状态 因为义父是收养 广场长大的 而且义父说一 他绝对不会说二的那种人 还是最不负义父所得 所以他是 其实更多找的是 这种人物关系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对待乐烟的时候 是什么状态 对待魏书彧是什么状态 对待李长歌是什么状态 就是其实更多是在这个 当中去找一些自己的尺度 和就是通过人物关系的一些状态 因为拍戏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更多其实是在这个 边拍摄的过程当中 边去找感觉 然后再去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一些 或者在开拍之前 我需要去看一些剧 然后看看可能这个剧里 和我这个浩都 有相似的地方的角色 这个演员是怎么诠释的 这个朝代的这个人 该怎么去饰演那个状态 我们做这些准备 第一次拍古装戏 然后其实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 提前我就进组练骑马 因为对骑马我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的 然后可能进组练练骑马 然后去我们五指去练练 因为我是一个武林高手 但是我的身体素质又不太好 然后去练了大概提前练了一周多的 那个钓尾牙也那些适应性的训练 很失业的气氛就是骑马 每一次看到马我头都疼 非常不巧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剧让我最难忘的一场戏 就是我开机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我第一镜 就是第一场戏第一镜 我一上马 刚要上马的时候被马踢了 就是我这个是非常难忘的 所以我现在看到马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去了现场 我都要先给人套幸福 比如我会问助理 我说咱们车上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 然后给马先喂喂他 就是这种 先跟他套关系 起码他不能对我太放肆 感情系比较难把握呢 还是说就是动作系 起码系比较难把握 感情系吧 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还蛮好笑的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不是我 就是很肉麻 我觉得首先 浩都做了很多事 是我现实当中我做不出来的 就是比如说 那个看到女孩那种紧张 比如乐岩跟她说个什么 她就是那种不知所措那个样子 有什么可不知所措的 就这种感觉 就是行就是行 不行就不行吧 所以她其实在这个感情系过程当中 我其实也有过 对刘雨宁的自我怀疑 我能 我能干出这种事吗 就这种感觉 其实那个挺难把握的 你要演的特别的那种 好像是那种小男生的 那就我怀疑了 那就不好看了 但你又又在那种装酷的情况下 然后又有那种羞涩的感觉 这个就很难把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对于我来说 我很抱歉这件事 怎么办呢 我吃得好 就长得很高 我是公主 你是得听我的 其实乐烟让这个 一个非常冷面的一个人 然后变得 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些 开心的那些东西 就可能生活 就以前的生活 我只是工作 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我只是工作 但我工作之旅又有一些小情调 有一些可能情窦初开的感觉 那可能乐烟带给我的 是这个东西 让我这个人的状态更活泼了 然后愿意跟他们打成一片 或者真的愿意到后面 喜欢上他的时候 真的愿意为他去做一些事 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事 比如说喜欢上一个人 这件事以前不会的 因为这个好度是有点自卑的 他知道自己 就不可能跟公主 是有这个发展的 他觉得他是不可能 因为根本看不上我 就其实很自卑的 但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那个感情又到了 他就觉得 他就没法均衡了 是一个很矛盾的 我特别喜欢他 但我知道我配不上他 就一个纠结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对人 带给我的一个感觉 那后面的话 有一个很大 那场戏有拍到吗 有了有了有了 对拍了 对拍了 对我想的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戏 我觉得是 观众看完之后 他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 不是你想的那种 古代一结婚 翘楼打鼓 不是那种东西 但是他又给你一种喜悦 但又给你一种 很压抑的感觉 所以那场戏 导演 我的助导特别棒 他在所有的这个 氛围啊 还有镜头的运用上 用了好多方式 全是那个 那个还是挺 我觉得拍出来 是特别好的一场戏 其实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只是执行命令 去追杀长哥而已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看到长哥为这些百姓啊 为朔州也好 为幽州也好 这些百姓做的一些事 他是真的为了大唐去 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人 因为浩东本身 他就是一个很有报复的一个人 他第一是他的义父 第二那就是大唐 他一定是守卫自己的保家卫国的那种状态 当他看到长哥做的很多事 也是在守护大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想法是有转变的 临时为国争光 此刻却人为俘虏 李长哥 连我都替你感到有点可惜 就是从那场戏之后 其实浩东这个人物 对李长哥的态度就有了转变 更甚于去顶撞义父 说去质疑义父的指令 因为他最开始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任何思维 义父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通过那件事之后 他对义父的话有了质疑 有了怀疑吧 对自我也有怀疑 觉得我是不是做的错了 李长哥 这或许是你最好的归宿 然后再加上 可能乐燕跟我说了好多话 乐燕他说了一些 就是通过他的一些表达 说李长哥做了这个 做了那个 你炮东你看不到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吗 再提示可能就是从 绿书彧那边 他也会给我旁敲刺激 说一些李长哥做的一些 做的一些事迹 所以我在这三方面 然后再加上 我自己看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会有一些转变 我的眼睛 需要表达眼神的东西 有点比那种 大眼睛涮眼皮要难一些 所以他们真的是 抠了我的戏 然后也很 真的很用心地 看了一些细节 就是比如说 发现一项特别紧急的事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们在聊天 然后突然立马发生了事 一定是一瞬间 这个眼睛聚焦 就是眼睛分聚焦和不聚焦 比如说现在看这个镜头 现在是不聚焦的 但是我现在这样就是聚焦的 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想爱不敢爱 又很坚定 看着它 然后就很爱它 然后又有些躲闪 内心觉得我不配 但是又控制不住 自己又要看它 然后就会有这种感觉 杀戏 就是一定要 内心想的 就是要抓住它 就很坚定 没有犹豫 然后看到就跟 就跟一匹狼盯到猎物那一刻 就是眼神不会 不会 不会走开 然后一直 就心想的 要抓住它 那种感觉 傻子 会有这种感觉 蓝狗 我们一块去演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到 大家会这么的喜欢我们这个组合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当这个剧现在播这么多人喜欢 我还真的挺开心的 浩都呢 算是一个孤儿 然后其实它是从小被收养的嘛 它会有自卑 它会有觉得身份的一个 悬殊跟公主之间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 公主没有嫌弃它 最后可能跟它 就是发生了一些 这个发展嘛 穿越了世俗的眼光 在一起这件事 让我觉得 很感动的一件事 这个还真的没调去过 因为这个跟我 所有的经历都不重合 所以只能说 从浩都的情感 情感库里去调用 乐艾开始不是走丢了吗 脚印拐跑了 拐跑回来 找回来之后呢 浩都又找不到乐艾了 所以那个时候还特别紧急 那种情况下 然后看到它 又有一种视而复得的感觉 然后那个情绪还是挺多的 就感觉很开心的 它开启了我的一个新的旅程吧 对 因为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拍古装戏 而且我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武侠梦 然后能够在这个剧里实现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想说 那个拍古装戏 会不会特别丑 因为头部都要竖上去嘛 所以等这个片出来的时候 确认了 确实很丑 但是我想说 我很开心的 就是我可以穿 扮成古装的 可能我会想象 刘雨宁古装的时候是这样的 然后又可以 有自己的兵器 然后我真的还 有小时候练过武术嘛 所以对这种东西还挺开心的 发起线还好 为什么你们总是带着我的发起线的 发起线还好 有也不敢说有 就是还行 还行 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海绵宝 我说海绵宝宝的意思就是 我会 我会看别人 对 我会吸收很多别人的经验 还挺萌的 因为差的确实有点多 但是反而是这种的 这种身高差 会给观众一些 怎么说呢 他们觉得很 能打动他们的点 这造成心理阴影了吗 你知道就是 第一次骑马就被马踢了 你知道对一个这个骑人演员 伤害有多大吗 因为那个马有精神病 不是 我说真的 因为那个马是专门拍什么的呢 拍那种就是摔马 你懂不懂 就是那种古装片里边 跑 然后直接给马撂倒了 马就摔到那 他是专门拍那种特技的马 所以有点摔了 有点就是精神不正常 就他会很敏感 然后呢 那天我就好碰到我了 我又很陌生 然后我又那么高 然后他可能觉得 这个人好像也不太正常 所以他就踢我 我永远记得那个马叫什么 那个马叫做小哪吒 就闹我 我跟你讲 真的是气死我了 闹海 我是大海